第1330集 一线希望 另一边 楚乐儿在那个秘密的地方 等候师父五绝成的到来 可是一等他不来 再等还不来 左等右等就是不来 楚乐儿即使心智更胜成人 毕竟只得十几岁的年纪 还是个绊的孩子呢 心中渐渐着急 唯恐师父有个意外什么的 逐渐的坐立不安起来 毕竟五绝成临走之前 可是说过 此一去一番大战 乐儿 不用如此担心五前辈的安全 以五前辈的修为而论 在这九重天范围内 已无对手 绝对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或者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 耽搁了时间 再过片刻也就该来了 万人杰看出了楚乐儿心底的焦躁 不由得处言安慰 楚乐儿皱着眉头 我也知道师父的修为高超 不至于出意外 但我却怕 止不住的忧心忡忡 成都颖道 若说当真 有能够将五前辈办住的事情 在这个西北 也就只有两家大战而已 万人杰道 不错 或者我们可以到立家 要么呢 直接去战场 定然可以打听到五前辈下落 包布环道 乐儿 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呀 楚乐儿皱了皱眉 斟酌了片刻 终于跺跺脚脚说道 咱们立刻去立家那边 打听我师父的下落 去立家 三个人对乐儿这个决定 都吓了一跳 听说墨天机在那里坐镇 充当军事跟第五轻柔对抗 还有奥歇云等人 也都是我大哥的兄弟 说不定我大哥也在那里 咱们过去不会有事的 也更容易打听到师父的下落 楚乐儿有些心烦意乱 如今师父下落不明 我实在是在这里等不下去了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走吧 走 四个人走出了藏身的血骨 在风雪中变明方向 急迟而去 墨天机此刻正在房中 与奥歇云瞄不通商量着 丽家上下在外边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自然是死有余辜的 不过丽家的妇孺老幼怎么办 他们其中或者也有过错 但大多数还是无辜的 墨天机皱着眉头 对这些的处置方案 确实是有些发愁了 真要让他们就此等死 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奥歇云道 那有什么办法 李家上下曾经无数次 屠戮别人的妇孺 今日轮到他们的妇孺 就想起无辜了 难道还不允许别人以牙还牙 这不是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的事情 有什么可纠结的 墨天机虽然也明白此理 不过还是有些耿耿于怀 道理我自然明白 可是这次 始终是我把整个李家社局拖进来的 若是没有我的计划 李家或者不会这么早就覆灭 相信将来他们若是覆灭在我们的手中 妇孺必然能够保住性命 至少不会被灵魄引辱 可现在的结果 却是注定悲惨 所以就跟到底啊 这件事是我造成的 悲剧将成 我心难安啊 奥歇云和苗普通相对无言 墨天机这么说 自然有他的道理 但是到了九节统一天下的时刻 李家重要人物还是免不了死的死 灭的灭 留下的族人仍然还是要吃苦的 毕竟这个世上善人并不多 最重要的是 九大家族屹立万年 这万年之中犯下的罪恶 结下的仇恨 可谓是如山高似海深 一旦家族被摧毁 必然会有无数人落井下石 也并非只是李家一家如此 所以自九节建重现之后 李家这些人的命运 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这个结局 也不过是早一刻晚一刻的事情罢了 九节建主 九节众人 可以不肆虐苛待九大家族的妇孺 却不能阻止其他人的报复 别人被灭了族 难道这仇不该报吗 就以当日 楚阳灭绝孙氏等五家 无数百姓 生裂那五家公子的情形 换到走到末路的九大世家 也不外就是一小一大的状况而已 某天机叹了口气 我何尝不明白这一切 只是我的心中始终有些不安 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善良 没有原则的人 甚至制定这条计策之初 就是抱着让李家王族灭种的处众 可是事到临头 哎 我仍是忍不住犹豫 若是我不在这里主持大局 那么 我或者不会有这样的心理负担 可我本人偏偏就在这里 要亲眼看到自己制造的无边杀孽 殃及许多的无辜啊 欧阙云提议道 要不然 你就再布置一座中三天那样的弥天大阵 把他们保护起来 莫天机苦笑一声 嗨 我早就考虑过这种手段 可是 一来这里的群山地势 并不符合那个大阵的基本地形要求 二来 这里乃是西北 积雪数千丈 而那种大阵 接触不到地面 吸收不到地气 是不可能形成阵势的 第三 上次布置我们自己的大阵 已经将所有的积累全部消耗一空 再想布置 实在是有心无力啊 若是可以 我岂会坐在这里干叹气 而不付诸行动吗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gfd8.com 可是对于这个问题 奥歇云和苗不通 都是束手无策 这本就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 你让他们上阵杀敌 这个容易 就算是要他们谋算点什么事情 设计个什么人 也能勉强 但现在 涉及到阵法材料 却是直接一窍不通 让他们想办法 还真不如直接给他们来几刀 来得痛快 再说了 两人也根本不像墨天机那样在乎 心中总是在想 你们利家当初曾经屠灭了许多人 无数家族 如今你们被屠灭 自然也是应该的 是理所当然的 天理循环呢 根本就不存在忍心不忍心的 如果这种事情都要不忍心 那你还不得永远不忍心下去啊 因为连不算朋友的利益者 你都要不忍心 其他人你怎么对待 两人都感觉到以前杀法果掘的墨天机 现在有些余辅 哎 还是那句话 此事始终是因我而起 如果我不做点什么 始终是问心有愧的 谢云 等下我写个清单 你去交给李春波前辈 若是上面的东西 他能够现在凑出来一大部分 又或者是 在十天之内全部拿出来 我或许还能为利家保全妇孺 一定要说清楚 若只能搞到一半 我有把握保住一干妇孺一成之数 要是能够全部凑齐 那么我则承诺 保住所有妇孺不受战争波及 记住 须得全部凑齐才可以的 说完 立刻到桌前奋笔集书 心中却在不断的叹息 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 说能够全部凑齐 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甚至说能搞到一半 也已经是难如登天了 就看利家万年底蕴积累吧 奥邪云结果一张墨迹未干的纸张 匆匆而去 你说什么 莫军是他 李春波两手有些颤抖 脸都红了 他说只要能将单子上所有的东西 准备齐全 就能保全利家全部的妇孺吗 对啊 莫天机是这么说的 他会利用单子上的东西布阵 只要东西能凑齐了 他就能够保证承诺 布阵 原来是布阵 李春波震撼了一下 作为一位老牌九品至尊 活过上万年的老怪物 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世间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呢 比如说 几根竹竿 往地上一插 就能让人不知道东南西北 又比如 面前分明有一座山 几块石头一摆 大山就在眼前 却看不到了 这些比如 李春波虽然并没有亲眼所见 但是在传说之中 却真实存在的 现在莫天机给出承诺 给出了条件 等于是给已经绝望的 李家最后的一线生计 倘若他真的拥有 这般手段的话 那岂不是 李家七十多万的 老弱病残妇孺 就有救了吗 战斗人员死则死矣 毕竟大家每个人的手上 都有大笔血债 可妇孺何故啊 强忍住了心中的激动 仔细看了看手中的清单 才只看到前两样 李春波的脸色就已经变了 紫荆玉随十八块 紫荆之魂五块 李春波刹那间就在风中凌乱 以李家的积蓄而言 紫荆玉随自然是足够的 甚至李春波自己就能拿出十块来 可这紫荆之魂 却是一块都没有啊 这玩意儿环顾整个上三天 也未必有几块 墨天机倒好 他一张嘴就要五块 至于上面还有其他的 星辰玉 星辰铁 星辰经 星辰类等等这些东西 李无波很是无语的 叹了口气 很想说一句 墨天机不是想玩死 整个立家吧 抬起头抱着万一的打算 你确定 墨军师就是需要这些 能不能有代替品取代一部分 墨天机说 他给出的物品数目已经是最下限 而且可以替代的东西上面也都有了说明 当然 如果你老有紫荆圣经自然可以代替 那样效果会更佳 李春波张了张嘴 凭着万多年的心性磨练 强行忍住要骂娘的冲动 咽了口唾沫 非要不可吗 那倒也不是 这个上面的 他说你能凑到一半 就能保住一成的妇孺 具体 您老也该明白 反正是越多越好吧 多多以善 您能凑到越多 保住的人就越多 决定权在您 或者说在你们立家 邪公子满嘴的大实话 却让李春波彻底无语 这回连骂娘的劲头都没有了 我还能不知道凑得越多越好啊 可老子现在连一半都凑不上 别说什么更多了 琢磨了片刻 挥挥手令奥歇云退下 跟着又皱起眉头 随后下令 所有立家高层 立刻前来开会 立老自己明白 光靠自己肯定没戏 如今之际 也只有集思广义 从大家的手中尽可能的凑起来 能凑多少算多少 至少希望能够凑到一半之处 能保下一成算一成吧 可这单子上所列的东西 估计大家手中也没有多少 反正能凑多少算多少 这最后的一根稻草 有的抓总比没的抓更强不是 我看到董无伤了 他也来了 立雄图站在墨天机身边 用一种很郑重 又好像很随意的语气说着 明明是想很正式的表达某件事 却又很随便的说出来 他本就不是玩弄心计的人 这么做 反而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别扭 哦 墨天机抬了抬眼睛 对于立雄图所说 好像一点都不在意 第1330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